世紀華黨全國一級的豬仔長得出水 豬仔上鄉的農民就發現說 造成的骨仔是拖到四級農事 豬仔的三年鄉恐怕會減少三次 農家中也會有農民來看近來的鳳梨 也會不會過黑骨湯的沉海 差不多每一張豬仔都可以找到黑骨湯 農民煩惱會影響修省 農民通報台東去農家中去餐廳做鑑車 發現黑骨湯的味道有比較高 使用黑鑑軍來風地 控制湯海不要再靠 農家中表示黑骨湯是怕農藥 不過現在冠雲又染色的氣候 湯會生得很快 而且會在無處有的有機殘的環節 農民就要注意 農家中表示 在上鄉福行村發現10公斤 僵有機殘黑骨湯的幾海已經有控制下來 白骨湯現在正在透視的地圖 不過有時候要向有農民 在殘利如果發現湯在吃虛仔 範圍有個五分子 就代表湯海的密度有比較高 要趕緊通報進行風地 避免湯海擴大影響修省 第幾家中海報道 谢谢观看